平整的路面与醒目的标线 很难想象之前的路况有多差 这也是基隆五堵货柜专用道 由于重车来往频繁 加上近十年未重铺 自用市政府特别编列经费进行改善 不但重铺道路还加深薄油厚度 增加道路耐受度 以因应这一段货柜专用道的特殊交通环境 五股货柜专用道上一次跑铺的时候 大概是在民国102年到103年左右的时间 那到目前为止大概也有差不多七八年的时间 没有重新跑铺了 那因为这个地方的路段 它货柜车行径是相当频繁 那造成路面损坏也比较严重 所以在我们这次在路岸进行道路改善的时候 我们特别把铺足的路段 铺足的厚度加厚 就是双背的厚度 就是刨石铺石的方式进行改善 那针对力竞的部分 我们也用比较塑料的力竞 那增加我们路面的承载的能力 那是让我们的五股货柜专用道 在完工以后能够使用的年限 可可维持比较久的期间 那保障我们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包括五股货柜专用道在内 金融市政府110年度全市道路巡查 维护修补工程 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正义路 复兴路及蓝龙路64项等路段 路面改善工程 5800万的工程经费所剩无几 因此金融市政府争取议会支持 追加1800万的第二标道路改善经费 10月起将针对正宾路 中正路及中一路等路段 继续推动路面重铺工程 以有效提升金融道路环境品质 那我们今年道路的第二标的部分 我们将针对我们的中正区的正宾路 那还有另外中正路的 就与会道楼到海洋大学这一段进行改善 那另外针对市区的中一路 以及我们的港西街周边 也会进行一个道路的改善 那预计在今年的 今年底之前会完成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